雷歐聊世紀 天天榮星 大家好 我是雷歐 今天來看條盾人對上立陶宛人 這一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出生點位大約12點鐘方向的Riper 選擇了條盾人 那條盾人的特色是他的農田非常非常的便宜 而且騎兵跟步兵從城堡時代開始 都會加一點的近戰防御力 那條盾人他的騎兵路線比較尷尬的是 漏馬是不能升級的 而且他的跟蹤技術也沒有 所以玩起來他的馬會跑得很慢 但是他後期遊俠還是成為他的主力 遊俠的部分有團隊抗招降的效果 所以他的遊俠其實也不太容易被招降 雖然跑得慢還是有機會貼得到對方的僧侶進行反擊 那條盾人他的打法除了遊俠之外 他的槍兵跟步兵還有這個條盾騎士 在一些特殊情況下也會登場 那後期可以考慮使用戰毛兵 或者是火槍作為後排的輸出或是火炮 那投車奴炮也是可以考慮的 因為他有鋼鐵甲近戰防御力 可以再增加多一些些 大概是4點左右的近戰防御值 但是我覺得鋼鐵甲來說在實戰並不是那麼的實用 所以這個東西是很少會去介紹到的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天虎熊這邊選擇的文明 是立陶宛人 立陶宛人的特色是他的遊俠傷害可以高達20點的傷害值 只要你撿到4個聖物到你的修道院裡面 每一個可以加1點最多4點 所以遊俠最高可以到20點 非常的可怕 那他的烈提斯可以高達22點 這意味著打村民只要打2槍 打2槍 就可以搓死一隻村民 非常痛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你能不能撿到聖物 這是一大前提 沒有撿到聖物的話 你的遊俠比一般的遊俠文明還弱 這是可以看到的 就跟敗彈廷的遊俠一樣 攻擊力偏低 那立陶宛人跟條頓人共通點 都是生旅科技全滿的 所以不管立陶宛 Viper或是天空熊 生旅科技都可以考慮一下 但是條頓人本身有抗招強的效果 所以天空熊也更不可能去選擇 生旅路線去做出一個輔助的一個選擇 那立陶宛人呢 他比較有特色的東西 是他的條頓跟三層寶 那三層寶可以讓成人中心的射程變大 所以在一些防止對方生頭的情況下 這個三層寶可能還不錯用 那塔頓技術的話 可以讓他的戰毛兵跟槍兵 遠防加2點 防禦可以高達10點 那立陶宛在封建時代 也可以考慮多打這個槍兵或毛兵 因為移動速度夠快 只要數量夠多 都會有主動權 可以壓制敵人 所以立陶宛人呢 天空熊可能在封建時代 多打一點槍毛會更好一點 這樣子可以延續自己帶城堡時代初期 去撿生物的一個可能性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地圖目前看起來兩邊的黃金 都是偏前面的 石頭也是 那天空熊這個地圖看起來是有夠炸裂 完全沒有一點優勢在的感覺 他的優勢就只有果子 當果子 在前期來說可以 不用太在意 黃金跟石頭 這些東西都在邪滅 只能說天空熊這把運氣不太好 不太好 那MIPER這邊的黃金 其實也是偏靠前 但沒有像天空熊一樣這麼太靠前 他至少是左右兩邊 天空熊是兩塊都靠前 這真的是 只能說這場戰爭的重點 還是要聚焦在中間地圖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非常關鍵的地方 天空熊天圖 這個是超級大爛圖 選擇了17匹升封建時代 用自己先升時代的優勢 打倒VIPER的肉 那立陶安人 他開局每個城鎮中間 都會給10個 不是10個 100個肉 所以他升時代 往往也會比對手好一點 那以前是開局使100 給150肉 所以在一些特殊的 像是遊牧地圖 或是一些特殊的遊海地圖 會選擇立陶安人 是為了更快上封建 去反制敵人的一個策略 那現在這一系列的打法 已經被漸漸被淘汰掉了 也有可能是因為 現在肉少了50肉 然後 也不是那麼適合打海戰了吧 現在這個 大家都是越打越快了 提前升封建 給出壓力的這個戰術 越來越不能成功了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世紀帝國很多這種套路打法 越來越不管用了 越來越多人會擋 所以就意味著 你去學套路 不如去強化自己的基本功 會對這個 你自己的 世紀帝國的理解 或是勝率 都會有所提升 所以在教套 所以我的頻道 都不太會去播一些套路的打法 現在高手們也越來越知道 這些套路是越來越不管用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天空熊三隻肉馬 被戳到殘血 VIPER是選擇了工兵開局 那工兵開局的優點呢 就是比較容易射穿對手 但前提是 你要能打得贏這些毛兵 那這邊VIPER就會 需要做出抉擇了 要不要轉肉馬這件事情 好 結果天空熊兩隻肉馬 直接被槍兵給戳了 好 肉馬開始往前 那以VIPER來說的角度來看 他其實更適合走肉馬開局 因為他的農田更便宜 更快可以撒出自己的農田 甚至只有一級農都不點 可能也沒什麼太大差別的感覺 所以VIPER這邊連一輪都不點 直接先補下了射箭場 還有一級射 好 反正我們等到第二輪農田 再去點一級農 可能就差不多 那VIPER這邊有個細節 如果你要不點一級農田的話 模仿就可以考慮不去按這個重新種田 那VIPER這邊是一個細節 大家在打4伊底果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 騰出這個75肉75木頭 就可以記得把這個取消掉 那如果你的田已經灑完了 你的村民就會在田裡自動發呆 等你去補下一級農田 再把這個農田回補 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好 VIPER這波打得很兇 一攻品種都點下 這波VIPER是要鐵了心對打 工兵第一時間往前點肉麻 其實沒有槍兵 工兵為了要去打掉對方肉麻 讓自己肉麻有優勢 但結果自己的肉麻已經倒光 反而是天空熊的肉麻 羽毛兵打出了優勢 這波天空熊打得漂亮 哇 VIPER的兵力 全部被吃乾抹盡 天空熊這波打出了自己的巨大優勢 欸 啊這個品種 啊沒有研發好是不是 難怪剛剛打的也 我剛剛想說奇怪 這個品種居然打出沒品種的 那只有一攻的優勢 其實也還好 最重要的還是品種這個科技喔 好 VIPER這邊點下了城堡時代升級 目前看起來 VIPER升級方面 這邊比較領先喔 天空熊稍微落後了一些 那落後沒有關係 我們這邊趕快喔 把這個礦給守住 好 天空熊這邊有果斷插箭塔 這個就是非常好的 決定 你寧願浪費125石頭 也不要讓自己主金爆開 欸 這裡有洞 喔 VIPER溜了一個洞進來 殘血了3滴血的弱馬 那其實右邊也是可以直接走過去的 天空熊這時候應該不知道 欸其實我根本沒為好 好 但天空熊想要直接打破這一個主金的位置 但是現在被VIPER的肉馬給逼退了回去 VIPER點下了城堡時代之後 補了一些肉馬品種重新補下了 那待會青騎兵沒有打算先補 選擇了二級射跟弩兵的升級路線 那看起來這個升級路線 還是可以給到天空熊非常大的一個壓力戰 因為在封建時代升級到城堡時代初期 這個打法基本上你沒有辦法任何擋得住 你即使按了一大堆的毛兵 你也是擋不住 你按了弓兵更反制不回去 因為人家領先你一個時代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天空熊最好的決定就是把家裡圍死 甚至要考慮要不要上大石牆這件事情 好 那這邊是果斷圍死效率很快 天空熊很知道這個時間點 我不管做什麼都沒有辦法成功的反擊 最好就是把家裡給圍好 那Viper這邊 弩兵也升級上去 這裡能抓一隻弓兵 漂亮 第二隻也拿下 哇 Viper這波有點失誤 走太近被射穿 OK 看到這邊不行 我往右邊走 但丁丁早就圍好了 哇人口已經來到105人口 這個空房子率 這個空房率比台灣還離譜 雖然台灣已經很離譜了 但這個更離譜 空房率高達50% 好 天空熊這邊點下城堡時代之後 點下一級馬鎧 這裡青旗兵 還沒有辦法升級上去 好補一個大學 看能不能稍微擋一下 天空熊在後面蓄事待發 點青旗兵升級 沒有二級馬鎧 能夠打得贏嗎 好 這裡有五隻公兵 加四隻肉馬 天空熊往前 差一點被射到 好 在後面繼續補了大學 好 前面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Viper則是在後面也補下了城鎮中心 現在是3TC開農 好 那目前看起來 天空熊在這邊點下二級伐木 並沒有要打算 在這個時間點直接爆兵 打掉Viper的這邊的兵力 算是打得比較沉穩一點 並沒有超之過擊 而且已經補下了3TC 這樣就有機會可以追上Viper了 而且在這個時間點 立陶宛人士升級得更快的一些 原來每個城鎮東西都可以給100肉 對於這種剛上城堡時代 很容易3TC就斷村的文明來說 立陶宛人來說是沒有這個問題的 你只要上去趕快 按村民 然後撒農田 基本上是太會斷的 但是右邊這裡已經被打破了 天空熊這裡本來想要補個魔防 但是看起來 這個魔防能補嗎 這邊想要守四農田 但是騎士加洛馬 開始往裡面家裡送 騎士往裡面砍 蠶食的拉走 天空熊這邊細節做得很好 想要再拉走 但是越拉的越多 兵力就越差 正面的洛馬直接守師騎士 弓兵打不到 好 殘血的 輕騎兵 拉到後面 補血結果 被射掉了一匹馬 天空熊這一波 小虧 好 再放到後面繼續補 好 血多了去前面 想要打嗎 但是感覺不太能打 天空熊因為 偷了一個城鎮中心的關係 沒有先爆兵處理掉 再開TC 導致他現在被這些工兵 給壓制住 村民的工作效率反而很差 但這一波動 血量拉起來 直接手撕把洛馬搞定 工兵也全部吃光 OK 這一波動打好了 天空熊都是損失了一些馬 而且經濟剛剛一直收村 其實不太好 他也看到資源差距 快來到2000資源 所以說這個 這個城鎮中心 剛剛該不該補 我覺得有一點點 小小的爭議 因為如果不補這個城鎮中心的話 趕快灑農田 然後趕快爆兵 或是補雙馬就 去做出一波反擊 可能會更適合一些嗎 不知道 這個平訓宇宙裡的 這場比賽的天空熊 可能才知道了 結果這一波 其實家裡並沒有斷兵 18隻工兵又來了 那怎麼辦呢 本來想要在家裡的門口 蓋這個城堡 看來是需要轉出 工程器製造所了 不然就是要考慮直接轉 戰毛兵去進行反擊 但是打條盾來說 轉戰毛兵的投資 並不是那麼的划算 因為條盾在地獄時代 也不會繼續打工兵 他就只有奴兵也沒有三級射 甚至也沒有重裝馬功這個路線 所以 如果在地獄時代 也不會延續馬功的攻勢 戰毛兵這個投資升級 對於立陶宛來說 到底適不適合 這就有一個問號在了 那天空熊這個文明呢 寶兵是列提斯 他的這個單位 是可以無視敵方的鎧甲 進行恭喜的騎兵單位 所以列提斯 其實是以某種程度來說 是Counter Viper這邊條盾人 只要天空熊有列提斯 基本上就可以撞穿 不管是條盾騎士或是步兵 甚至條盾騎士團 也可以瞬間秒殺 但是如果遇到條盾人攻兵開局的話 天空熊就只能選擇 戰毛兵或是攻城器進行反擊 這個選項而已 而且如果轉出來的話 又會剛剛說到這個問題 帝龍時代 Viper會不會繼續打 這個 攻兵路線的問題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所以我覺得 Viper這邊選擇了一個 攻兵開局 確實讓青熊有一種 不知道該不該轉兵的問題 那如果你選擇了攻城器 防守的話 投石車跟弩炮的操作 就會顯得很重要 好這波砸到 天空熊這波賺了 Viper被砸了一波 損失了三隻攻兵 OK 現在天空熊來說是相當有力的情況 Viper這邊是把攻兵拉走 攻兵繼續出 4TC補下 那目前看起來 現在經濟受到了壓制 經濟差距來到的快要4000 現在已經領先了3800 3500左右 天空熊剛剛一直被漏馬 跟那個攻兵壓制住的關係 其實沒什麼機會 可以出去撿聖物 這一點 對於天空熊來說 壓力就很大了 所以現在天空熊 現在要想辦法 把這個聖物給躲回來 可以看到修道院裡面 一個聖物都沒有 凡是Viper 一直在積極的 找聖物的位置 可以看到這邊哨戰 動機已經插好了 家裡的聖物已經撿了3個 這個要是再撿回去 天空熊只剩下最後一個機會 這個機會 還是在Viper的家裡 這把看起來有點凶多吉少 從來沒有看過烈提斯 或是立陶宛人 一個聖物都沒撿到的情況下 還可以打贏對手 條盾人的情況 通常都是立陶宛人 是能輕鬆打贏條盾的兵種 但是Viper走了一個不尋常的路線 攻兵 主力開局 這對於立陶宛人來說 是有點麻煩處理的 因為烈提斯他的血量是比較少 而且害怕工兵的 可以看到他的基礎反物力 是雙防1而已 其實是雙防2 所以烈提斯是非常害怕弓箭手單位的 這裡重新補下城堡 投石車嘗試砸回去 一台投石車被點掉 第二台天空熊有機會 但是這裡是直接被點掉了一隻村民 往後拉走 左邊的工兵直接點了上來 投石車還在看上面這一坨工兵 但是這坨工兵又點了一些村民 這一波要直接硬打 立提斯招翔到了一隻 直接反制了投石車 投石車直接被倒地 好本來想要再繼續招翔 結果工兵直接搞定了這隻生旅 好 生旅最後是全倒光 殘血的立提斯被收進去還行 這一波天空熊有點虧 所以說賺 但Viper也是損失了蠻多單位 剛剛天空熊虧 主要是虧待村民的建造跟鏟子 這個也被抓掉了一些村民 這樣可以看到資源量現在已經落後了 大概是約6000左右的資源 Viper在前面直接一個對寶 這裡高地寶 Viper可以擁有這個巨型投石機的先發主動權 那重點就來了 那地龍時代Viper該怎麼打呢 你要打遊俠嗎 還是要打復兵呢 還是要繼續走工兵呢 沒有強弩沒有三級色的工兵 這是條盾人能打的東西嗎 這個就讓我覺得很好奇 這場比賽 究竟Viper要怎麼用 條盾人去打立陶宛人 好那立陶宛人 天空熊現在立提斯在後面 四處騷擾 難道是要找聖旅路線了嗎 這邊已經抓到了一隻列提斯 看起來 天空熊是比較難受一點的 現在雖然這波奇兵衝進去 但是列提斯真的不耐扛箭矢 血量掉的有點快 哇又倒了一匹馬了 現在Viper又收村 本來想抓點村民 結果走到這邊剩下一隻 完了 結果這些立提斯沒有做到任何事情 但是讓Viper的收村也算是一個 小小的 讓他經濟損傷的方法 Viper移傷地獄時代 馬上點下泡門奪口 這個泡門奪口點的有點早 後面直接又再度射穿了 天空熊的附金 這兩塊附金真的有點麻煩 這裡要待會找個機會 把這個城堡給補起來 看一下這一波 天空熊的騎士往前衝 但是這個列提斯 真的太害怕弓箭手的傷害了 化學奴兵也可以輕鬆射穿 還沒有三級馬凱的列提斯 這個傷害實在是太大力 Viper這邊開始轉型 要轉鋼鐵甲 是鋼鐵甲嗎?剛看錯 沒事 好點下了一個工程工程師 增加一下巨型投石機 對抗 建築物的傷害 這裡 車門來不及敲下 趕快修巨型投石機吧 有可能修得回來 這裡再圍一下 所以我們繼續修理 城堡 可以拿得下 OK修起來 天空熊的列提斯 全部倒地了 現在 天空熊也點下了 化學 好 那也是 天空熊 並沒有 轉出 戰毛兵 沒有轉出 戰毛兵 這就意味著 天空熊並沒有上當 這裡轉戰毛 投資成本過高 我直接轉 火炮火槍 好 可以嗎 還是要 打烈提斯呢 我覺得烈提斯還是不能斷耶 人家 鋼鐵條盾騎士登場了 這個 這個只能靠火槍了吧 火槍出來的話 也不太好打 對方的工兵 這烈提斯可能還是成為 獨立的重要單位 好 但條盾騎士真的是 血有夠多 血量高打8C血 太痛了 這個被戳到可難受 條盾騎士登場 這個聰明血量掉得很快 三刀一隻 拿這個長劍開戳 我一直覺得 條盾騎士的攻擊模組還蠻奇怪 通常拿這個劍的話 不是用砍的嗎 我拿這個長劍是用戳的 這個也是蠻納悶的 像日本武士就是用砍的 看起來那個動畫就是比較帥 條盾騎士就是用戳的 看起來很像拿小刀帶戳 但他其實拿的應該是長劍吧 這個就是一個 世紀帝國蠻奇怪的一個地方 那現在火箱出來 條盾騎士應該就到此為止 火槍已經順利搞定了這些條盾騎士 正面的部分 最新頭C 正在嘗試反擊 天空熊不能失去這兩塊黃金 所以也一定要趕快 把這裡黃金給奪回來 但天空熊的主進已經快挖得差不多 附近就要再繼續跟人家周旋 右邊這根劍塔 也控住了天空熊的這一塊附近 這次有火炮 拿回去 搞定 那現在MIPER也轉出了火槍 MIPER打獵提斯 選擇了弓兵配火槍的策略 還點下了金銳橋盾騎士團 受金銳跳舞 OK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波 天空熊 弓兵數量 目前MIPER是劣勢 MIPER應該是打不贏 天空熊的火槍非常非常多 一個大爆射 射了回去 火槍繼續守住 後面城堡打掉 天空熊這一波有機會嗎 但是後面已經被留了進來 喬盾騎士在家裡run了 這裡一直有人走進來 很麻煩 怎麼辦呢 家裡農田一直被控 火槍拉過來救一下 但是越走越裡面 這裡火槍有機會 結果巨頭被打掉 巨型投石機 這邊也在偷偷點 但是有三台火炮 只要能貼得到 這個射程範圍內 就可以秒殺 OK巨型投石機沒打到 三台火炮 一起開炮 一發就是一個巨型投石機 來吧 但是這邊是低打高 不會倒 回到高地上 才會一炮一個 OK一次拿下兩個 天空熊這個三炮打得不錯 右邊這個洞 還是要找個機會先堵起來 雖然這個洞可能還是會在爆掉 但目前看起來這個洞 是天空熊的後門危機 但是有火箱守著 所以天空熊可能也不是那麼在意 好 現在MIPER轉出了戰毛兵 工兵打完換戰毛 然後開始補下了馬凱 看來似乎還是想要走遊俠路線 天空熊這裡三台火炮 MIPER直接被火槍手刃 火槍直接補傷害 想要把火槍給補倒 補倒了一台 第二台有機會 拿下 MIPER這一波的戰毛兵出來 天空熊很難受 火槍一直被戰毛 無情白換 這個換的交換成本很虧 天空熊直接打出了聚聚 我們恭喜MIPER拿下比賽勝利 MIPER這一波 最後還是得轉遊俠 但是在這個時間點 帝王時代初期 繼續打這個工兵火槍火炮 甚至轉條盾騎士團之後 還可以再轉遊俠 等於說MIPER的打法 真的是比較不太一樣 天空熊這一把 我覺得問題還是地圖 感覺有點被地圖殺了 這兩塊金有點難受 一開始這個蓋城堡的位置 也被MIPER的工兵給抓到 讓他的節奏完全被打亂了 那我覺得最關鍵的 還是在封建時代那一波進來 天空熊還在封建時代 是在深城堡 那一波進來被拖得太久了 如果早點爆出 雙馬就爆馬 直接A就完事了 可能經濟損傷 就不會到那麼嚴重 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子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